来关心新竹县竹北市的瓦斯气暴事件 发生到现在第11天了 还正在全力的协助气暴大楼 88户的受灾户来重建家园 那么除了做建筑结构安全鉴定 还有水电瓦斯管线全面检修 要换成微电脑瓦斯表之外呢 重灾户轻运漏水等也会加快的协助处理 竹北瓦斯气暴发生至今第11天 针对气暴大楼 县府已召开四次协调会 全力协助重建家园 也对受灾户辅导心理资商 那各项的灾后的一个附件 都在积极进行中 那首先是住户最担心的是 它的建筑物结构的安全部分 那这一部分也透过公务处 我们委由新竹县的建筑师工会 来做整个大楼的安全鉴定工作 那公共的供电部分也在六月二十九号检测完成 那只有B洞的九楼到十二楼的线路有损坏 那目前也加装临时的照明设备 那预计在七月七号可以修复完成 委托新竹县建筑师工会 针对建筑结构做安全鉴定 七月七号前要完成上下楼层 和公共区域的水平测量 及受灾户专心取样 月底前提出八十四户住户 和四户店面鉴定报告书 这次水电瓦斯管线受损的约三十户 瓦斯公司也采明馆全栋重新配置 换成微电脑瓦斯表 公共供水不受影响 由三户水管漏水以加快抢修 两户重灾户目前入屋清运阶段 赶在七月九号前完成 财损的部分我们有窗口 已经有跟管理会讲 现在陆续收到他们赔偿 就财损部分的赔偿 都陆续送到我们的窗口 交由办公室来处理 那体伤的部分最主要就是 七八户这一户 那由于这个成型的少年 还在长庚家库病房 要做多次的一个手术 这一部分我也呼吁 我们大家共同来为他集气 让他手术顺利 早日度过难关 总继清运十六户 接续施作室内防水粉刷 社会处每天派员关怀 十六岁重伤少年家属给予支持 要在最短时间 让受灾户回到正常生活